外墙贴着红布条 庆祝这90几户的屋主跟建商完成整合 而根据邻居的说法 目前会预计在今年10月左右 请邻居们搬家 而这里会盖成一栋30楼左右的大楼 眼前这一整片66户旧公寓 未来将藏252户的新大楼 都根总成本估计花上36亿元 如今面对屋主指控建商落跑 深月开发副总也无奈发生 这个案子已经在1月底就已经送件 我们为了让地主放心 我们就找上次公司来盖 求证新北都庚处证实在今年初 深月开发就更换实施者 且重新送件目前正在查核中 目前产权都已经做信托 全案都已经取得全体统一台 协议合计的方式是 博主户有所隐忧 似乎也不是没有原因 看看这回深月开发合计模式 是以高于市价的金额 给屋主保证金 并要求屋主先将产权过户 等到房子盖好之后 屋主再将原先的保证金退回 深月再依照合约分配忽数 我不用去担心 在这个新建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其他的想法 这是我们当时要这样做的一个初衷 虽然看起来相对有保障 但似乎也有专家认为 当所有权人变成建商 对于原屋主来说风险太高 这个所有权人的姓名 已经过户移转变成建商的名字了 N年以后从整合盖房子到最后盖好 房地产增值远远高于当初给地主的保证金 那会不会想要反悔 过去想到合建大多都认为 地主出地建商盖房 这回盖房前多了过户这程序 就怕有风险 也难怪住户有所隐忧 对此独冠处也表示若原屋主有相关疑虑 可在审议中提出避免后续纠纷 东森新闻生活中心综合部导